来到第二题是一条optimization的题目 题目就是说我们有三条curve 分别是positive x-axis,positive y-axis,和这个graph 三条curve之间会夹着一个region 我想在这个region里画一些长方形 我想问我最大可以画成什么 我们试一下画一个region 出来看一看什么样子 这个x-axis,y-axis,我们不用画了 OK 那这条curve,你留意到当我们的x越大时,y是越小的 你可以期望它有一条decreasing的curve,又是在跌下去 这个是y等于e的负x2加1 假设我们在夹着的region,即是这个部分 画一个长方形,譬如是这个 我会做这个动作 这个角,它的座标,我会叫它UV 我们会利用UV去写这个长方形的面积 因为打动这条就是V那么长,打横这条就是U那么长 所以area A 就会等于UV 我们的目标当然是找A最大的多少 但这个情况下我们有两个未知数分别是U和V 我们要reduce它 我们知道UV这一点在这条curve上面 所以你可以代入 y代V,x代U 所以V同时可以写作 e的负u2加1 你放进去 A就是U乘以 e的负u2加1 而如果U只要大过0就可以 我们的目标就是找 Global Maximum Global Maximum Of A 行不行 但你留意今次我们的variable 不在一个finite close interval里面 它未必有这个Global Max Mean 但如果在这个范围里面 只有一个Local,我们可以确保它都是Global 我们向这个方向进发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就是先找Local 找Local我们要先找Critical Point 候选人 即是D一次等于0 或者D不到的地方 Critical Point 这条curve我们永远都D到的 所以我们就是SolveD一次等于0 DADU 利用Product Rule D前流后 再加D后流前 D后的位置自己用Train Rule 次方要再D多次 进行E-U2 之后我们会抽超过E-U2 加进来 它就是1-2U2 Solve sie 等于0 E 的次方我们永远是正数 所以这个步骤不会0,只会1-2u²等于0 你会计到u等于1over开方2,或者-1over开方2 但我们限制了u是正数,所以负数了reject 我们只有一个候选人 如果它是一个地位,它会自动变为一个global 所以第二步我们就查一下它是不是一个locomax 我们用first text画表 三格,0-1开方2,数位0-1over开方2 1over开方2,大过1over开方2 第二行就是DH,DADU 这一格是0,是解决的 剩下的两格就自己代数 你会计到正0负 画回箭嘴,就是升平跌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locomax 所以是locomax 我写在上面,conclusion写在上面 locomax at u等于1over开方2 由于这个范围的一个local,它也会是global 所以它也是globalmax 当然题目不是问你的u是多少 它是问你的largest area 你要将1over开方2 代入area调色调一计 这个步骤我交给你自己慢慢化解 最后会计到a 最后会计到a 没什么特别,这是第二题答案 接下来 1 3 3 4 感谢观看